在律师团的陪同下 万法师住持世建英法师 来到屏东地检署案林提告 世建英表示他原本沉默 日日诵经期盼武汉肺炎疫情早日消弭 但陈宝全等人一再放话 让他无法再慈悲容忍 希望透过司法途径一阵试听 我是怕我们宗教非常的单纯 假使我不出来捍卫我们自己的道场 将来以后那么大家都来效仿 那么这些不法人士来效仿的 陈宝全先生的话 那也就是我们宗教的教难开始 所以也透过我今天的案例申告 来与世政听 世建英表示 主张拥有一千个塔位权益的陈宝全 今年一月看近百位民众 前往万法师康基 接着又找上屏东县议员 欲进行消防安检 前向周刊投诉 佛教界形象因此受损 为避免抗议民众滋事 万法师自此大门深锁 但期间还是有不明人士 在白天夜间前来拍照 偷窥叫嚣 迫于无奈 只好提出告诉 希望以送指尔 陈宝全对于禁营法师 所做的诸多不实的这些指控 它涉及到所谓刑法的 这一个反害名誉的部分 包括公然侮辱以及诽谤罪的部分 我们会在今天予以提告 那另外呢 率纵这一个 把这个率级很多这些黑衣人 来包围佛门这件事情呢 也涉及到恐吓为安 刑法上305条的恐吓为安罪 我们也会予以提告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涉及到恐吓得利的部分 万法寺坐落大武山衍山公路旁 一旁的中东宝塔夺此易住 且塔位产权曾被法院拍卖 目前产权由万法寺 助持世建英法师所有 世建英强调 从法院公告 就可知道塔位完整的产权内容 以及转移过程 与主张拥有产权的陈宝权等人说法 有明显出入 若陈宝权等人有疑虑 应该寻法律途径 不该屡次之事 透过周刊诋毁万法寺 评论新闻蔡淮阳正义 采访报道